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纵横谈 我是沈凌 在上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陈长平一直告诉了我们 其实基本的血液检测并不能够代表您的身体 就是完全健康无物的 所谓的血液检测里面 您要做到更深一步的 像是发炎指数或是优门感军的指数 才算是真正做到了检查 在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陈医师要再度告诉我们 其实影像的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成年人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影像检测 来确保自己的健康呢 陈医师 对 我们刚刚讲到头 你有头痛的人 需要小心有脑瘤 脑血管破壳 胸部就是有戳炎的人 或者常常喜欢在家里煮饭的人 妇女要小心会牙 对不对 那心脏就是看是不是 你的血管是好的 没有阻塞 然后接着我们谈了肝 那事实上为什么肝这么重要 因为肝癌是华人男性的第一名的癌症 它一直无声的杀手 对 无声的杀手 更可怕的是 通常癌症在五公分之前 是没有症状的 OK 所以这时候根本不会去看医生 是 那等到发现五公分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五是不能开刀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来处理肝癌 不过那也都是下下策 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肝硬化 那大家一定想说 这个肝癌跟肝硬化中间 它常常在一起 不过肝癌比肝硬化好处理 因为我们有十几招 可以来处理肝癌 我们可以把它割掉 我们可以给它电烧 我们可以给它冷冻 可以给它栓杀 太多方法 所有的化疗都有办法去治疗 不是 处理肝癌 可是肝硬化的 它是一去不回 它就一直患不好 所以是你讲的到最后患肝 但是现在患肝又很难 因为找不到肝 不但找不到肝 就算长到肝了 也不一定可以配得成 没有错 对 还有以后很多病化症 因为吃抗排制药以后 很多问题 所以最好是早期诊断 有没有这个疾病 好 那传统上 我们找到肝癌 是用超音波 但是有时候 超音波 在这个横隔膜下的 没有办法找到 所以必要的时候 医生会在做电脑断层 或者是核磁共振 来看得到它 看到横隔膜的下方 下面的 下面的这个肝癌 同时在做这个CT 或者是核磁共振的时候 我们会顺便看到胆囊 很多人胆结石没有症状的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更重要是胰胀 那胰胀还是很难处理的癌症 我们常常没办法来处理 所以这时候做电脑断层 可以有所帮助 好 接着就是肾脏 那肾脏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器官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废物 有两个地方爬 一个是有肝跟肾 而肾做的比肝还多 可是肾有两个吗 肾有两个 所以它可以分担一下工作 很多人因为水肾症 那什么叫水肾症呢 就是它的这个输尿管 或者在膀胱那里有结石 然后结石以后 这个整个肾就没有办法排泄出来 这个整个 所以整个肾就会变大 叫水肾症 那水肾症也很多没有症状 是 所以只有在后来发现说 怎么肾功能在不好的时候 再去做超音波 或者是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 水肾症 OK 所以肾脏在健康检查中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肾功能坏下去 也是救不回来了 到最后就轮到只有洗肾的方式 那个更可怜更辛苦 更辛苦 对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女孩子的子宫跟卵巢 子宫跟卵巢 对 那卵巢癌 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癌症 那也是没有症状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10公分的卵巢水泡 哇 没有症状 被发现了 好 那这个卵巢的水泡 它有两个可能 它一个是单纯的水泡 没事 没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癌症 所以医生一定要去给他 把他用 Biopsy 把他抽那个水出来 去做细胞诊 然后子宫 子宫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是 因为它是要将来要 进入小孩子的地方 对 但是它常常容易长什么 肌瘤 是 很多很多子宫肌瘤 尤其是女孩子 对 所以10个女孩子 恐怕有3个到4个 有子宫肌瘤 那子宫肌瘤 原则上如果没有很大 没有症状 也就算了 算了 等到更年期的时候 它就会萎缩 对 但是有一些 它就是太大了 所以这时候 可能在例行的 这个健康检查 我们做了影像 就看得到 是 所以就都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然后男孩子 就射乎腺 好 射乎腺的回答是 只要随着年龄 到最后每一个人 男孩子到100岁的时候 100%都有射乎腺回答 OK 然后他担心的是 里面有没有射乎腺癌 是 所以这些都是 事实上是在健康检查 里面的我们叫做精密的检查 才能够做得到的 精密的检查才做得到 这基本上面的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对 陈医生您刚刚提到了 好多好多东西 对不对 血印里面就提到了 有发育发炎性的这个病因 对 当然还有就是优门感菌 影像这个方面呢 你有提到了合脂共振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 像CT scan 可是从头做到 我还没有做到脚 我连膝盖还没有做 我只有从头开始 头开始到心 到肝 到肾 到肺 然后甚至是到子宫婉巢 或者男孩子的摄护线 摄护线 好多 是 那怎么可能有一个人 是有时间跑去说 我现在要做这么这么多 不同的这样子 scan 或是不同不同的血液检查呢 不会 因为事实上 我们已经把它安排成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全部做完 全部都解决 为什么 因为他进来一抽血 15分钟 然后做个脑 20分钟 然后其他的时间 做电脑断层这一个 大概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就全部解决了 所以其实并不是要跟 每一个不同的医生 去做每一个不同的预约 然后还要再等报告 很单纯的就是两个小时 抽血15分钟 做个脑 然后再其他的 然后其他的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全部解决 所以两个小时之内 可以让你全身的功能 都可以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写在纸上 告诉你 并且所用的就是最先进 最高端的检测 最敏感的检测 然后当 比如说当心脏 它切出来是10分以下 零分的时候 我们听到鼓掌 你就很高兴了 拍拍手 因为它得到心脏边的机会 非常地少了 是是是 对 比如说它的汇部 它抽烟的 抽烟人最怕就是肺癌 对呀 做出来完全正常 拍拍手 OK 但是如果做出来 万一 0.2公分 一公分 就要追踪就来了 就追踪 然后可能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不要再抽烟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 都做得很细腻 是 那事实上现在 很多从海外 都回到洛杉矶来 专门来做这种 健康检查的package 其实陈医师 很多人 在前几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流行 就是直接到台湾 对 去做一整套的健康检查 没有错 可是那样的健康检查 也不是只有两个小时 那为什么这一次 反而是海外的人 回到美国来做健康检查呢 这个重点就是 台湾做的那一套 就是我们叫做 看起来很丰富 它给你做心电图 给你做胃镜 它是秘密麻麻 列一大堆 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疾病 然后比如说我讲的 肺癌 与中博士官根本 没有办法找起诊断 所以他们那一套 是20年前的菜单 20年前的菜单 是2015年的菜单 两个小时 可以让你吃到饱的菜单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问题 都得到解决 那最重要的是 那种高级的检查 通常不会用健康 平常的保险来做 是 只好就是用健康检查来做 所以我们也特别抵赞 美其名 对 就是用一个健康检查 更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 现在很多人在台湾做PET PET政治检查 那事实上那一个 敏感度不够 所以并不是有意义的 并且那还蛮贵的 将近2000块 但是我们不用 我们把最好的 最敏感的 然后最便宜的价格 最精准的 然后又实惠的价格 OK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来到我们天下综合谈 告诉了我们 其实很多成年人 对于自己的健康 并不是太注意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 正值壮年的时候 并不是要太去注意 自己本身的健康 有病再去看医生就好了 殊不知 其实自己的身体 在做变化 癌症都需要 6到10年的时间 才可以把整个 癌细胞变得更茁壮 所以如果现在开始 可以好好介绍 好好检查一下 自己身体里面的器官 到底是形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从血液里面 看看自己本身里面 有没有发炎的这样的特质 或者是优门感菌的数量有多少 做了切片检查 跟CT scan 来看看其实 自己从脑到子宫 甚至是男孩子的摄护线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家父医学中心的陈医师 都可以把所有 从头到脚 从上到下 每一个部位 不但是检查的非常准确 更可以把最实惠的价格 带给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